一名越南籍的配偶为了养罹患癌症的丈夫 他违规摆摊却连遭开罚 他出面气宿活不下去 年轻的越南籍配偶眼眶泛泪 满脸无助 丈夫得了肝癌又中风 家里经济没有依靠 只好到住家楼下摆摊卖水果 但疑似被人陷害 从去年10月到现在 已经接到了十多张罚单 我们不是做法事 我们是做小偷 我只是做努力生活 议员质疑警方根本就是在找麻烦 那么多的摊子不抓 偏偏抓这个越南女子 但警方无奈地表示 摊子确实违规 已经劝告多次 越南女子不听才会开单告发 丈夫因病无法工作 每个月要好几万块的医疗费用 越南女子好不容易经一起水果摊 维持生活 现在却又遭人检举 十几张的罚单也没办法叫 生活快过不下去 中天新闻刘云璇金融报导